散戶常常 一買就跌 一賣就漲 到底是運氣不好 還是根本就用錯了方法呢 曾經在股市賠光資產的阿水 憑著工程師的精密思維和實驗精神 最終讓他研究出舉集標股的賺錢方程式 會漲的股票到底漲什麼樣 有沒有一個叫做共同的漲相 其實我把它融縮成三個口訣 壓縮 代量 起漲 它是怎麼做到的呢 上一次我們在這裡有一群朋友在那邊聊天 後來有一個朋友就報了一支名牌 結果後來呢 一堆人家大家都在股市進出 聽起來很有公信力 大家都跑去買了 然後呢 大家都賠了一屁股 好慘喔 後來在這裡就是他們開了懺悔大會之後 後來又成立了自救會 好慘喔 其實我覺得就是好像每一個人 買股票就一定會賠 暗水哥你有評過嗎 當然有喔 因為我以前是上班族 是 然後上班族你也知道 我們有時候我又在主科 聽到的這種電子股的消息很多 滿天飛 滿天飛 一會去客戶那裡 客戶跟你說 欸 我們公司最近不錯 或者是 就很多消息啦 還說不講名的最討厭 對 然後在那邊暗示一下 你會覺得不然你跟跟看好了 那你最慘的是裴波傘 印象最心通的故事其實就是柯峰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才剛出社會沒多久 但是學生時代有打工嘛 就拿了一筆錢很高興想說 我要靠股市發財 抱著這個夢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幻想啊 因為我的學校並不是很棒的學校 可以說我可能一出來工作就有很棒的資水 那我就說我只能靠投資 是 結果我就去看報紙 那報紙就會有很多細文滿天飛啊 那我就覺得 那報紙應該有一些 營收不錯啦 未來不錯這種 應該要標的不錯的 我就去買 我就買了柯峰 那買完之後呢 剛好就很幸運 他就往上標 可是你也知道 這種新手運啊 並不是真的會選 那也不知道怎麼賣 我就把它給抱上去 然後後來跌停的時候 我現在說完了嗎 洗盤嘛 洗盤不能跑 還要再加碼 我就 於是乎 又抱到原點 那那個時候其實還沒有賠很多 但是這一支算是開啟我命運的第一支股票 因為你會覺得 我賺得到錢耶 只是我運氣不好 那你這樣子看了股票 你說從出社會一開始到現在 然後現在你在教很多學生嗎 你覺得散戶最常辦的一些錯誤有哪些 是一定會進入了誤區 其實散戶永遠不是在股市市場裡面賺不到錢 如果一直賠我就不玩了嘛 對啊 因為我一定是有賺過 覺得說我好像只是運氣不好 我好像只是學意不經 我應該下次跟誰誰誰再學個一兩招 我下次應該可以翻本回來 可是其實後來我 我也是痛進思痛過一陣子 然後還覺得說 股市不是我想像的這樣子運作 股市是有它一定的運作邏輯 那你要順著它的邏輯去跑 才有可能正獲利 才有可能做得久 是 因為很多人認為說股票是沒有邏輯的耶 所以在阿水老師你的想法 跟股票是有邏輯的就對了 別的股票市場我不敢講 但是你以台股市場來講 我有做過所有每一個月的波段的研究 我有去抓出來說 這個市場到底是什麼股票在漲 我們都說營運好 營收好 然後獲利創新高 接到訂單 或者什麼什麼題材 我都去想說這個是真的嗎 這個好消息跟股價真的會漲 這段當中有沒有一個正相關 我就去翻過來看 發現沒有耶 其實真正漲上去的股票 有些事根本沒有題材沒有話題 他可能就一個新聞 一個小小的新聞 他就帶上去了 我就覺得那不對啊 我以前這樣追是有問題的 對 所以後來我就反過來看 我就反過來看 我說那這些漲的股票 會漲的股票 到底漲什麼樣 有沒有一個叫做共同的漲相 我在反推嘛 那我起漲點有沒有機會介入 或者是拉回的時候我們的時候介入 我是用這種反向工程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覺得阿水哥在找那個股票方法 好像在找網紅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不知道做什麼東西 網路上會紅 然後找到趨勢 找到趨勢 找到那種就一個pattern這樣子 那你會透過什麼工具幫你找到 後來我就有想用很多很多 那當然你會一直淘汰掉 這個不行 這個切的借用點太多 我要聽那個沒有被淘汰掉那個 不靈通道 不靈通道 一直到現在都還留著 是 為什麼叫不靈通道 不靈通道來講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標準叉 標準叉其實它應用在園區很多 想起國中數學老師 對不起他 對不起他 評管 評管就是說 我一定的標準叉內 我生產出來的產品 只能有多少分的機率是有瑕疵的 如果我出來的產品超過這個標準叉 代表什麼 它壞率有一定 對 代表這忽然跑出來的壞品是怎麼回事 一定有問題 就說那這個能不能用在股票裡面 那這個不靈通道其實它就很簡單的三條線 第一個就是上通道線 上通道線 它跟這個下通道線呢 兩個就組成我剛剛講的正常波動範圍 那它怎麼來的 是上通道線跟下通道線是怎麼來的 它是數學 數學 對數學 可是我們簡單來講 你只要把這個數字 你告訴他說 我給你多少的標準差 你幫我算出範圍就好 所以我們不用懂數學 我只要會輸入2.1這個數字 對 它就幫你算出來了 對 算出來之後它就告訴你說 我的股價現在在這邊正常波動喔 你不太需要管我 是 大概是這個 可是你要想到現在 我還是覺得蠻抽象的 就是什麼輸入2.1 這個東西可能聽起來 還是需要一個實際的操作 你可不可以教我們一下 譬如說要去哪裡查 在哪裡輸入 到底要怎麼看 可以啊 我們其實每個這個東西 券商都有免費提供給我們 都不用再花錢 是 對我們來看一下喔 所以它有專門的App 不用大部分的券商都有提供 是 它就叫布林通道 或者你現在用它英文名字叫做 Band 就B-B-A-N-D Band 那你看到這個都是一樣的東西 那我簡單舉個例子 像我們開手機的這種軟體 那手機軟體其實 你預設下去都有一個技術分析嘛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設定什麼 KD啊 MACD什麼的 那像這個它就叫做Band 你就把它切過來B-Band就好了 OK 它就給你看了 所以那個 看起來那個就是布林通道了 對 它看起來比918塊 那個北儀還複雜 那哪有三條線你說 它這裡有一個黃色 藍色跟紫色 但是這個顏色是自己可以設定的 那是 好處是什麼 我們以前我也學過什麼趨勢線啊 可是 畫來畫去你知道嗎 我們三個去上課 搞不好我們三個畫的都不一樣 可是布林通道的好處是 因為它是根據 你給出來的標準差距計算 是 所以我們三個回家去 我們打開電腦 輸入一樣的數字 2.1 就是都一樣的東西 是 就不會有所謂的 如果學一學怎麼跟你畫的支撐點不一樣 既然阿水哥你這樣講 表示說布林通道它不是秘密嘛 不是 那很多產物也知道嘛 對 為什麼他們不輸 其實啊 我四年前把這個東西要帶進來講台股的時候 那已經有人用過布林通道在這個台股裡面了 甚至更久之前我研究過它叫什麼 天羅帝王 老一輩的應該有聽過 天羅帝王 它這四條線 聽起來就是會賠錢 聽起來很神奇對不對 可是後來就發現不對啊 大家都用錯了 用錯了 還用反了 用反啊 其實我們講的 大家如果有印象布林通道好像都在講說 在上面這裡是一個壓力區 在下面是一個支撐區 它叫你上面賣 下面買 結果我發現這個東西存在哪裡呢 存在大盤 加權指數才有這個特性 個股是沒有的 個股是相反的 個股反而會有因為某些型態它一直衝上去 所以剛剛哲青跟您剛剛講說 有些人會賠為什麼 它上通道放空啊 結果它符合我的阿水儀式 它就一路衝上去了 這個時候難怪會賠錢 因為用錯了 用錯了 不要用在大盤就對了 應該用在大盤 所以選股選市 或是這樣子它有什麼秘訣嗎 我們現在講一下這個選股 我們剛剛不是有提到說 我有去看這個台股 到底漲的股票是漲怎麼樣嗎 所以後來我就去用布林通道在做 可是我發現一個問題 我的這個招式有時候實靈實不靈 這糟糕了 跟用麥神劍一樣 對 就是我要叫它的時候 怎麼會有點不太靈 劍出不來 後來我就再反過來看 不對 這一定有一個影響 這我們做功課都這樣 我A進應該要B出 當A進不是B出的時候 我們就想是中間這個機器 已經出了什麼問題 我就找到一個 原來大盤也有所謂的空頭 大盤也有空頭 對 那我們賞 我以前也是賞戶 我現在也是賞戶 可是最糟的情況就是 我不知道大盤是空頭 然後我拚命的買股票 所以才會 我就把布林通道 跟大盤的一個叫紅綠燈 紅綠燈 對 就跟過馬路一樣 紅燈我要停著嘛 綠燈我要可以走嘛 那這個情況下 我去把台股大概做了五六年的資料 原來我這個東西可以去大概看一下說 現在有可能台股是空頭 你怎麼判斷咧 你怎麼判斷 對 其實我想問一下 哲晴你如果今天想要看股票的話 你想要跟散戶走 還是想要跟大戶走 跟大戶吧 當然是大戶 尤其是法人嘛 對啊 那有沒有一個東西是可以讓我看到 大戶你怎麼布局 你如果布多 我怎麼會跟你反座 這我就不知道了怎麼看 有一個東西叫做 它其實是選擇權的籌碼 當它大於100的時候代表什麼 散戶極度看空 可是大戶呢 老神在在 不會 這跌不下去 那我們每一天的交易額 其實外資三大百已經佔了快要 其實有說到一半以上了 它持有的股票市值已經40%了耶 我當然跟著大戶走啊 所以這個情況就可以看出來說 他們對賭的結果到底是什麼 是 所以不扣列球很簡單 大於100 大於100 就是代表散戶看空 散戶看空 大戶覺得不會跌 是 那小於100 就是說散戶覺得要漲了要漲了 大戶覺得不行 我看這個盤不行 但我們怎麼樣判斷 它現在是不是的進場 就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大盤它有分為安全與不安全 那我把它簡單的講幾個判斷標準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看到20MA 這個月線如果是往下彎的時候 搭上我們講的Poco Ratio 它是小於100 這個時候就會變成 我們現在這張圖看到的 紅色區塊的地方 它是小於100 所以它是綠色的 那剛好20MA也帶著下彎 這個時候都是屬於空頭 這個時候對我來說啊 我也會建議最好現金為王 等著一下 先等一下 先等一下 那多頭的話呢 它就是Poco Ratio大於100 是 那比值會大於1 20MA它也會上揚 這個兩個同時成立的話 它就是所謂的綠燈 那怎麼好記 跟紅綠燈一樣 紅燈要停 綠燈可以走 是 投資股開也是這樣子 喔 好 判斷大盤之後 接下來就是要選 因為我覺得阿水哥最有名的就是 那種標股 很強 對啊 標封天王 標股天王 到底要怎麼樣去挑標股 我覺得剛剛很好奇這件事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啊 我們是用反向工程推出來的 所以我們後來在找介入點的時候 我發現用布林通道搭起來 很好用 第一個就是說 股價它在壓縮 這個時候都沒人在管它 那我們也看不到它 所以什麼時候我們會看到這支股票呢 當它站上2.1的上通道的時候 我把它濃縮成三個口訣 壓縮 代量 起漲 那我分別來解釋一下 壓縮就是說 前面的布林通道是變窄的 而且是平行的 那股價是屬於盤整的 這個時候你去偷偷看它的籌碼組成 其實你看到有些人已經在 偷偷的在收貨 在佈局了 在佈局了 那起漲代量是什麼意思呢 代量我們要跟什麼比 我自己是跟五日均量比 那我自己大概有抓一個指 是認為說 你在講的價量價量 有價也要有量才有力量 所以量能的部分大概要五日均量 至少也要兩倍以上 那我有設一個不要爆天量 因為爆天量我會害怕大家都上車 誰來推這支股票 所以大概是五日均量的2到10倍 那當然它沒有很嚴格說 就一定要剛剛好兩倍 有時候1.8那種高價股我也會進場 那起漲 起漲就很重要 這是上攻的第一天 我們打仗的第一天 對啊 攻三頭的第一天 攻三頭的第一天 所以它不能是黑K 也看到不能是綠K 所以一定是紅K衝過去 好 所以第一個陣頭 碉堡衝過去就對了 對 但我很好奇因為很多時候 投資理財都要討論到配置的這件事情 那這是選標股 那你會怎麼建議一般 假設我100萬投資要進場好了 那這個投資配置 你會怎麼建議一般的股東 其實問題問得非常的學術 其實它後面有一個數學 有一個數學是帶在這個東西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決勝21 決勝21點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對不對 對 它不是一個很有名的教授 帶著他的學生去玩嗎 他們是投資不是賭博 那其實我們這個也在投資嘛 我們就用同樣的一個資金控管方式 就是人家講的所謂的凱利公式 它就是會根據你贏啊 可以贏多少錢 那你大概你的勝率是多少 你要有一個大概的一個值 填進去這個公司之後 它會告訴你說 你每次要下你總資金的多少 那我可以直接講 我們在多投年的話 算出來你每一次下單 大概是你本金的20% 所以說我買一檔股票 大概就用掉 如果是100萬的話 大概就是20萬 20萬 大概就20萬 太大容易在你 不小心運氣差的時候 虧損了 太小 你的總資金啊 你有100萬 你每次買2萬 那給你選到一支標股也沒有用啊 也沒有用啊 因為長起來有限啊 對 所以它是套用這個東西 進去做的 所以你10支 就是如果說這樣 就5支或10支股票 全部都會選相同類型的嗎 就是標股 就是它沒有什麼防守型 或是攻擊型這樣子 資產配置有 可是我會把一部分的錢挪作說 這次是我要玩阿水一次的 是 但是你通常找到這樣子的標記之後 你會報多久啊 其實就是有一句話很有名在投資界 所以讓獲利奔跑 讓獲利奔跑 它都在賺錢了 是 結果你跟它說 對不起 我要裁員 這很奇怪 對不對 股票是這樣子嘛 股票是在幫你賺錢 結果你跟它說 對不起喔 我們公司要收起來了 所以我反而會讓它有一個停利點 就是說 到底什麼情況下 它會出現之後就後續無力的情況 你的停利點是怎麼設的 我也是設剛剛 其實我們今天只會用來個條線 就是20年沒 20 跌破月線的話我就走了 OK 那沒跌破之前我就是抱著 但是一般來講 比如說逢低加碼什麼的 但是你不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有出現過一個很有名的情況 應該說大家都有看到一個情況 我們台灣人買股票喜歡買便宜 對 跟在菜市場買菜一樣 越便宜我越愛買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 股市的運作真的如此嘛 就是能獲利的真的是我便宜買 後來漲上來的股票嘛 所以我後來才發現說 有一個情況啊很可怕 就是我有一根這個粉絲 他在我的專業上面互貌 然後他說 那個時候是國具這張股票 那我對國具其實沒有好惡 可是他那個時候就問我說 水龜如果有一支股票前面很飆 然後它現在跌破20mm了 我可不可以買 那個時候國具還在1000塊左右 那我說你知道嗎 這是我阿水儀式的出場點 然後結果你是等便宜想買 他說我建議啦 如果是我 我們不能講得很明白 是我 我不會想買 那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進去 如果有的話 其實這一段是可以聽的 好像有 好像有啦 有出現吧 有幫我按讚 有幫我按讚 對對對 我很好奇 你用這一招翻看大牌 然後選標股 到底賺多少錢 至少讓我退休了啦 什麼 至少 至少 你看路一針 你還在幹嘛 你不叫我三個字 對 我在幹嘛 對 我們還在幹嘛 對啊 你在專心錄節目啊 也很討厭 是 所以來來來 因為你剛剛講到阿水儀式 我覺得 剛才就是 判斷大盤 不能通道 這樣這合起來 就是阿水儀式嘛 對 那什麼樣子的類型股票 不適合用阿水儀式 善中股票 我不會想要去碰 它變成阿水儀式 我不會對它有奢望 第一種就是我們所謂的存股 存股類的 比如說中華電啊 台積電啊 以前的中鋼啊 這種走勢 就是我們去看它不太會變成阿水儀式的標股走法 是 那另外一種就是 像銀行股啊 銀行股 銀行股也是適合存股的啊 它也比較適合存股 對 這個屬於我們不同的族群啊 是 那還有一種就是說 如果今天這個股票它的成交額太小 成交額太小 就是如果在 小多少 當天它你用張數去乘以那個一張多少錢 小於一千萬 小於一千萬 這種我也不會想碰 因為很容易你買的時候啊 漲停 你要賣的時候就跌停了 因為那個股價沒有人在玩嘛 你剛剛一開始有講到 量很重要 量很重要 如果沒有那個量 其實這支股票也沒有關注的必要 沒有後續的這個空間 它也容易有片線 對 因為它成交額很小 所以它很容易畫線給我們看 就是你要什麼線主力畫給你 對這種我們也會不喜歡 那其實以前啊 我們碰到很多老師 他們就叫我們就是說 小資主應該要存股才對 就在這邊啊 對啊 這邊啊 可是阿水哥 你完全 我想法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你會這樣想 因為其實我認為 每一個投資的門牌都有盲點 那並不是說小資主一定不能存股 但是你要知道你存股可能遇到 什麼樣的盲點 那我自己我必須說我的資產配置 是有部分存股的 但是如果你全部存股的話 你必須知道有幾個人 可能你要注意的盲點 第一個就是你這筆錢 你在要用的時候 它能不能出得來 我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我是以前剛好我存股 存到2008年的時候 我剛好要用錢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的存股可能會造成一個危險 因為你資金要擺很長 那你可能現在你是虧了價差 你還沒存到真的已經零成本以下 那這個時候你用到錢 我要買房子我要結婚我要買車 我小孩生了 這些時候都有可能會造成你存股的步驟中斷 那第二個就是說 存股啊我也有研究過 我們以前在講的存股的時候 其實它剛出來 股票不多 才幾百支吧 可是後來我發現能夠真的穩定20年 都給你5%殖利率的 而且下市怎麼算 下市像是什麼割鈴都不算 如果你存到割鈴就沒了 那種股票你可能會變成是 那個時候你要存股 結果你選的不是現在所謂的好股票 這個最大的問題 20年後你發現你存錯了 我存到台股 那個時候怎麼辦 那個你中間也要換股操作 這都是盲點 第三個就是 我講到的第三個盲點就是 你怎麼知道這個行業在未來20年 它能夠給你一個很穩定的資金配置 是 因為有些股票 就算它沒下市 它也可能本業老了 那它可能沒辦法 給出這麼多的股利不是 那你存到還沒零成本之前 或者是你的完全的資金都是存股 那你可能到時候面臨的是 你的退休金是靠這個給你錢 它給不出你錢的時候 你來不及 太慢知道我做錯了 這是最大的盲點 是 但它不是不好 可是萬一很衝衝 選到了股票後來發現 哇 不對了 怎麼辦呢 對 還是會有吧 因為你剛才也說 那不是萬無一失的嗎 對 沒錯 每支都一定保證大賺 其實這個就要講到一個數學問題 很多人都沒有去想到這個數學問題 我們常常聽過那個買股票 跑到已經變成一半了 然後他才在問我說 這個我可不可以 現在跑還是不跑 我都會跟他講 問你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 你有100萬 現在剩50萬了 你出場之後 下一次你要賺多少% 才能回到你的本金 是100% 50是比100 所以你看這個數字 它是越虧損 你下次要回到本金的數字就越大 那換句話說 你都已經賠錢了 下次怎麼能夠期望你自己還在賺錢 所以我自己設立一個停損點很快 大概就是落在5%到10%這個區間 是 才有機會回到本金啊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網友有很多問題 我們來一起來聽一聽 有些人說 越多人用不靈通道 越不靈 到底是不是真的 唉唷 越多人把他讓他回應 這個踢管的問題我最喜歡 其實在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說壓縮帶量起漲 這個帶量很重要 帶量代表著說 這些人我們都還沒滿 已經有人率先買了 所以 後續的這個診斷啊 它的不靈 所謂的 不行 不靈通道 對 不靈通道 其實是出在你的停地點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柯峰 其實它是壓縮的事 但是我抱上去又抱下來 你當然會說這個技法真難用 其實是建立正確的停地點 不然大家如果做股票不是零和遊戲啊 大家都進場的話 其實沒有所謂的誰在賠錢 不能放工的話也是啊 所以理論上在股票市場裡面 越多人用它反而越容易讓意識漲 只是在你的停地點 你要比別人正確 是 你不能主力都跑光了 你還在那邊 這支可能又要回來 是 所以你知道阿雪儀是這種 就是不需要看財報 不需要什麼都不用嗎 我會搭一個東西就是 我們希望財報是話題 一定要啦 就是我也不碰地 那種我看起來財報體質很糟糕的股票 那種我們已經 很明顯的就是 富貴險中秋不用這麼行 真的不用那麼危險對不對 不用那麼危險 好來看看第二個問題 好請問如果我用阿水儀式的話 我是不是就不用看其他技術指標啊 這個也是問題 這也是踢管問題 他是說那你這個就這麼神了嗎 難道別人都不用用嗎 其實你剛剛不知道 哲心電視主席 這麼看到我們說 我們剛剛所有的東西 都是搭配著看 喔搭配著看 技術分析我們就搭籌碼 我們看的籌碼 就在搭一個技術分析 而不要什麼都是技術分析指標 為什麼 有時候MACD在背禮 KD做黃金交叉 一個做空一個做多 你就拿一個為準 所以搭配著用 技術分析我們就是故隆通道 籌碼分析我們用別的來解釋 是 其實不要把太多東西加進去 那菜就準備了 是 今天謝謝阿水哥 謝謝 謝謝 阿水一事 阿水一事 這在破盡天下招式